金融市场正在向新金融系统迈进新闻事件清楚地表明或许能够显示出某些事情已经发生改变的 最大的也是最难以否认的迹象 就是英国政府决定以创始成员的身份 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这意味着英国和伦敦金融城 已经与拥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美国金融寡头决裂 伦敦经营市场协会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 LBMA首席执行官罗斯克罗维尔 Ruse Crowell周三表示 已经有多家来自中国的银行对参与伦敦黄金定价盘制定显示了兴趣 在过去95年中 黄金的定盘价格从来没有中国企业的直接参与 2009年以来的中国黄金需求已经增长一倍以上 中国在2013年超越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黄金买家 另一件事是从2015年3月20日开始 英国金币银行将会放弃美日黄金定价权 并把它移交给监管者 这为金砖国家联盟控制黄金市场铺平了道路 这意味着伦敦新加坡和香港的金融市场正在向新金融系统迈进 这使得美国控制的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只剩下东京和纽约这两个了 正如你将在看到的 东京也即将挣脱控制 德国人同样也已经与北约和美国在乌克兰的势力公开决裂 声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向乌克兰给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